怎么样去开启这个SS 这边注意哦 它的复党名是.mdb 那我们必须要有一个SS的一个软体 那这部分因为呢 我们这个在office里面 我们这边的电脑里面刚好没有装到 但是我们又需要了解这个资料库的部分 所以我用了一个方式 就是放在网路上都会自己去download 那如果你要开启的话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做的这个资料库 复党名是什么呢 复党名是.mdb 应该有印象吧 那这个mdb的档案 如果说你要把它开启的话 特别是它不像 Word itself 点两下它就可以直接开启 如果说你要开启它的话 必须先开启SS 然后再按什么呢 开启旧档的方式 去找到我是放桌面上的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边就有个.mdb的档案 我们就上礼拜做的把它打开来 看一下 ok那这边会出现什么安全警告 要不要阻挡for 那要不要开启开启 ok 那开启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就会有个资料表 那也就是说呢 一个资料库里面呢 你可以包含非常多的资料表 那实际上呢 资料的储存方式 基本上 基本的单位就是一个资料表 ok 那资料表如何建立呢 我们上礼拜用一个简单的范例跟各位讲 就是说呢 这个地方你可以在 在这个 access里面呢 有一个叫使用设计检视 建立资料表的方式 然后呢 再给它什么 类似一个表格 也就是说你要先思考说你的 资料到底是几个栏位 然后呢 几个栏位将来的话 就是给它上面的栏位名称 这个部分其实有点类似像什么 像excel excel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excel里面的那个 上方都会有这个 这个实际上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为一个 栏位的名称 栏位的名称 那我要怎么样把资料放到 access里面来的话 这地方特别注意说 使用设计检视建立资料表 把它点两下 然后呢 分别把栏位名称填上去 再来的话呢 这个类型的部分把它填上去 最后把它按储存 储存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类似像 这边有一个地址 那我要编辑按右键 这边可以设计检视 也就是说呢 把这边我需要放资料的栏位 把它填上去 那我的资料表 那个excel里面的话 分别有这些姓名啊 邮递区号